来来来 喝咖啡了 今天安安请客 敞开了 多了 来来来 都有都有 你们说拿他这个单子 咱们跟你们 今年这个年终奖 不得跟你上一个台阶啊 那哪儿啊 我跟你说我都想好了 云南 板呢 我都想好了 云南 板呢 云南 板呢 够了够了 够了 够了 前海 什么 这不是明博跳槽去那家公司吗 对啊 不对啊 前海的报价值比我们低了 零点五个百分点 好像有人知道我们底牌似的 就是 该不会是有人于情未养 找人通通报信去了吧 说什么呢 行了 都别一神一鬼的了 这里面有没有猫腻 我找了那个福特招包 有人打听打听就知道了 那 你好 我找何明博 我们合计在开会 你们会议室在哪儿 会议室往里走就是了 谢谢啊 这位女士 麻烦您稍等一下 您找我们合计有什么事情啊 拿下下午呢值得庆祝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松懈 时间短任务状 大家加油好不好 好 何经理 我说了您在开会 他非要闯进来 这是我朋友 没什么事 你先出去忙吧 好 今天就到这儿吧 大家散会 江喜 这儿呢 不刺激 你别太难了 我自己的认识 你 我现在想到你了 你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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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回家 你带回家 我带回家 而且价格只比我们低了 零点五个百分点 难道你不用解释一下吗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那这个事 也太巧了吧 你觉得这只是一个巧合 你有证据吗 江西 我也不想编那些冠冕堂皇的话 来敷衍你 如果你有证据 大可以拿出来 给我们公开对峙 如果没有 就不要耽搁大家的时间了 这么说 你是承认了 江西 你在卫明手底下 干了这么多年 你不会认为方舟 一直都清清白白 从来没有用过什么 见不得人的勾道吧 大家都半斤八两 你干吗要叫这个证呢 这样 你要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下次 欢迎用同样的方式 来对付我们 好吗 江西 江西 刚刚公司人多 咱们俩还没好好聊聊呢 咱们俩聊聊呗 对吧 翻唱 您在本身上 你看 还好吗 咱们俩都跑了 乖 那还真有意义 你过来 但我们会若知 你乖 您是在乖 帮不上什么忙 每天也只能骑着小摩托 接送你上下班 我知道 你嘴上从来不说 但心里还是会犯嘀咕嘛 没有 不用安慰我 现在好了 现在都好起来了 我也买了车 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了 江西 其实像咱们这种 没有背景的人 在方舟待着 就只会被排挤 只会被欺负 前海真的是 一家不错的公司 晚晚很器重我 只要是公司重要的项目 都会经过我的手 如果你能来前海帮我的话 咱们携手 一起努力 那不是更好吗 宁波 方舟呢 有方舟的问题 但是前海 一定不适合我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江西 我认真说的 您考虑一下呗 过了 我去了 只会给你添弩的 我开车送你回去 好不好 前面就是地铁口了 我自己回去就行 走了 你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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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冥冥啊 你要给妈妈做主啊 我好心好意 给她做吃的 她不吃就算了 她也不领机 他 她把碗还给砸了 他 张妈 我 我 又懒做主 怎么了 说得好听 他那是做给我吃的嘛 但他是做给小的吃的 我说了多少次了 我不喜欢吃油腻的东西 他非变着法地逼我吃 还把张妈给我做的 营养餐给倒了 你那个什么营养餐 青菜么两三根 有什么没有的 这个小孙子肚子要饿的呀 对吧 就是 你现在都是当妈的人了 你自己不吃就算了 那你也得为孩子着想 对不对啊 是吧 孩子孩子 什么都是为了孩子 我看我在你们眼里 就是一个生孩子的机器 你不要上甘上限了 现在有人自会给你做吃的 你还不满足 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条件哪有这么好 你还太不像话了 你小点 未免我告诉你 这个家里有他们没我 今天他们要是不走 我就回我爸妈家 你不要想我 你不要想 妈 你别说了 你不要吓唬我呀 你不要吓唬我 我告诉你 佳怡 别生气了 我们姥姥姥姥 还受这种窝囊气啊 我养你这个儿子有什么用啊 有什么用 你们今天晚上先暂时住在这儿 过两天 我给你们找个房子 肯定条件比这个好 都说养儿防老 养儿防老 我看你明明是 娶了媳妇忘了娘 娶了媳妇你忘了娘 好疯了 反正啊 江州我们是待不下去了 我们回老家 要是有人问 我们就说 养了个没良心的白眼狼 我也是暂时没办法了 佳怡现在怀着孕呢 总不能让她大个肚子回娘家吧 那她父母该怎么想 早知道是这样 就不让你跟她好了 你爸爸说得对啊 这个林霜虽然后我们不亲 可是她从来都把我们伺候得 舒舒服服的 那像那个什么娇娇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我说个不对了 你们就当为了我 暂时委屈两天 等佳怡气凶了 我一定想办法 让您二位再搬回去 好 老师 顾雪 下楼 嗯 我去 这么着急把我叫下来 就是为了陪你当秋千啊 我有那么幼稚吗 你看 一城门口的汤草粒子 你不怀念吗 童年的味道 还说你不幼稚 你吃不吃 你吃我自己吃 你吃不吃 我吃 我记得啊 上高中那会儿 每到冬天 我就特别馋这个汤草粒子 但我舍不得那么晚 结果有几次 你找我爸补习完功课 都会落下一包 我那个时候还觉得 自己捡了大便宜呢 现在想想 你是不义的吧 那个时候放学以后啊 我看到你站在学校门口 盯着对外面这个炒锅垫 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我生怕林老师一世英明 就这么给你给扫地了 所以 只能买来给你解解这 所以你怎么说 反正我有例子吃我不会 陆雪洋 怎么样了 林老师你看 这种方法是不是也可以 求出这个答案了 没问题 这个方程乳只要解开了 说明那步骤就没有问题 好了 今天就到这儿吧 时间不早了 一会儿留下来吃饭 不用 林老师 你阿姨啊 今天特意炖了你爱吃的猪脚 你真不留下来吃啊 真不用 等我下次再来 咱再一起吃啊 好 来了 我先走了啊 林霞啊 我先走了哈 好 顾雪 有个事情我想请教你一下 你说 所以姐和她老公 结婚二十多年了 一直订课 现在这个小三 显然想靠怀孕上位 事情再拖下去的话 恐怕很难收场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 首先呢 卫姐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职业投资人 她之所以决定要投小盈 是因为觉得你有背投的价值 不管你会不会告诉她真相 我相信 都不会改变她的决策 答案了 原不是工作机器 在碰到这种重大变故的时候 都会增加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现在距离等试会的最后期限 有没有几天吗 这个时候想要找到替代未解的投资人 几乎不可能 小英是你的心血 如果这次你融倒资的话 可能你之前 耗费的金钱 精力 还有时间 就全部都白费了 所以你也觉得我应该保持沉默 不是 我只是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告诉你 至于怎么选择 还是由你自己来决定 老大 这个采购名单需要你签个字 好 上这吧 还有就是 房东又催款了 说我们再不给钱的话 就把门锁给我们换了 好 知道了 回去忙吧 好 好 你给的资料我都看过了 什么时候有空啊 见面聊 怎么会想到约一个这么远的地儿啊 还挺雅致的 我一会儿刚好要在附近办点事 所以就麻烦你跑一趟了 没关系 不过我待会儿还有个会 咱们就趁火点说 五百万说得不多说少不少 以我而言我当然希望 把投资风险降到最低 所以我就把小莹的计划说 给身边几个投资的朋友看了 他们都还挺有兴趣的 你之前说 如果我们这边投五百的话 盘石也会跟投对吗 嗯 盘石是这么承诺的 那好 找一个时间把盘石的人约出来 具体来敲定一下投资和占股比 请问你们支付是现金还是刷卡 刷卡 好的 先稍等 嗯 行不行啊 下早 你收拾 你电话去收好 好 喂 老婆 你在哪儿 我在外面呢 在什么地方 我在超市买点菜 哎 你想吃什么吗 嗯 没什么 就这样吧 蕊姐 今天就这样吧 蕊姐 我就知道 一早晚会把真相告诉威姐 怎么样啊 舍己为人的感觉不错吧 后悔啊 我现在已经开始后悔了 不过再来一次的话 我大概还是会这么做 好了 你要不是这种爱恨分明的个性 我们也成为不了朋友 到手的投资人飞了 现在怎么办 不知道啊 走一步看一步吧 哎 我不跟你说了啊 我一会儿再打给你 挂了 江熙 江熙 之前我们承诺过 一起供一趟小房子 在这个城市里扎下根 现在 我现在 房子我买好了 江熙 你愿意跟我重新开始 做这个新房的女主人吗 我知道这些是我不对 是我不好 我没有什么能力能帮到你 但现在不一样啊 我现在也算是 少有成就 以后你有任何困难 我都义不容辞 再去 我有话跟你说 在外面团队 我们之间最大的矛盾 不是因为钱 而是因为三观不一致 没错 我是需要钱 渴望成功 可是为了成功 不择手段这种方式 我不认同 而且 你也不是真的喜欢我 你只是需要一个 上得了台面 可以成为你加分项的 另一半 就像一辆车 一件名牌衣服 至于是谁 真的对你来说并不重要 你误会我了 江西 你为什么对我有这样的趣气啊 我是真心地喜欢你 诶 诶 诶 等你半天了 这是谁啊 没见过 你又是谁啊 我 真的难跑了吗 所以你拒绝我 是因为她 所以不是因为我不够好 是因为你在爱情和面包之间 你选择了面包 随便你怎么说 诶 诶 你误会了 不是我包养她 她包养我 我就是一个 吃晚饭的小白脸 真有你啊 天不知知 诶 过脚啊 慢走 差不多了吧你 你想得出来 这种杀鼻一千自损八百的招 你可真行 平方姐 先走了 嗯 好 拜拜 姐 我走了 拜拜 拜拜 怎么还不走 快下班 妈上走了 姐走了啊 好 注意安全 好 好 好 还能做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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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就知道你还在这儿加班了 赶紧买了点吃的 谢谢 趁热赶紧吃点 吃完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好不容易有一个投资人要见我 我得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 把计划说再改一下 别把自己逼得太紧了 我可以借钱给你 谢谢你啊 顾局 但是我不能接受 你也别太固执了 你听我把话说完 如果这次融资失败了 那说明我能力确实是不足 我跟小莹 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 这个时候放弃的话 那就是及时止损 但是 和暂时的数影相比 我更想知道 自己究竟在什么位置上 都没想到 都没想到 但是大家可以 看来 你不顾身材 你不顾身材 你怎么不顾身材 你不顾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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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姿勒 姿勒 调身材 我先去忙了 好 拜拜 中午好好吃饭知道吧 可以挑食啊 跟妈妈拜拜 妈妈再见 再见 再见 走吧 喂 李大嫂给我打电话 什么事啊 我真搞不懂 薇姐是这么想的 她不仅没有动用 自己的关系为难丽丽 反而她还动用了 自己的人情 给莉莉升了职 你说 她不会是受刺激了吧 这才是薇姐厉害的地方啊 这个莉莉 不惜用怀孕 作为手段上位 说明她是一个 很有野心的人 薇姐和她老公呢 这么多年 女主外 男主内 经济大权 全掌握在薇姐手里 对于莉莉来说 薇姐的老公 不是一个完美的选择 薇姐正是看清了这一点 所以用更好的前途 作为交换 让她远离自己的家庭 原来是这样啊 薇姐真是太厉害了 但是说明 莉莉也是个明白人 知道靠男人靠不住 所以要靠自己 你最近有没有 薇姐的消息啊 没有 我一直没联系的 现在的事 那我们集合 那 squeezed用 它有没有 其他的新专业 一看 小孟大人 昨天也把我约在酒店大堂 是故意想让我看到那一幕吧 为什么 因为我太清楚 被老公背叛 还被蒙在鼓里的滋味有多难受 如果时间能够重来的话 我多希望有一个人 能够早一点告诉你 哪怕早一天 一个小时都是好的 所以将心比心 我以为你也是这样觉得的 你知道吗 今天 是我结婚第七千三百八十一天 当初是我说不要孩子 想好好地拼事业 他同意了 想想这么多年 都是他在迁就我 这样的日子 谁都会厌倦的吧 对不起 也不错 你去把她打了 再看一下吧 好 再看一下吧 好 再看一下 这对 来 来 呀 来 来 来 还得抗你 你先去忙吧 嗯 对呀 我也要 对呀 抱歉 我们经过讨论 最终还是没能达成一致 对小莹这个投资动议 做否决 董事会是给出实现的 你两个月之内 必须要拉到五百万的投资 这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那天你把我约在酒店大堂 是故意想让我看到那一幕吧 抱歉啊 我可能最近 不太想工作 你肯定要换一个新的 莫子人 对不起 告诉小莹全体员工通知 今天我们的公司正式解散了 非常感谢大家 这些日子为了小莹一起努力 一起奋斗 公司解散后 大家都要各奔东西 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新位置 不论你们走到哪里 曾经的点点滴滴 我都会铭记于心 希望今后的日子 希望今后的日子 大家一切顺利 虔诚伺尽 深夜 平 Nick Sard 果果 果果非要跟你视频 不然不肯睡觉 来 果果 跟妈妈视频 来 妈妈 外婆说你工作忙 那我不要吵你 可是果果想你了 妈妈也想果果 果果 你不是说 要给妈妈加油的吗 对啊 妈妈加油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果果永远支持你 跟妈妈亲一个 好 亲果果 早点休息啊 那果果 好 妈妈 早点睡啊 干嘛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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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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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眼泪咆哮的诉说 我选择是一种错 无力的承担 方向感混乱 谁懂我 我在决心之后 能怎么办 时间无法重来填满遗憾 一个人的夜晚 只剩孤独敢作伴 世界冷眼旁观 外面再多喧嚣 与我无关 梦碎了要怎么拼头才圆满 最弱渴望被看见 多想借你一双眼 想不想知道我沮丧的时候 回去干什么 あと是 雷丹 雪 再来 再来 你得蹲低点儿 根据物质守恒定律 一个人流的汗水越多 流的泪水就越少 虽然我感觉你在胡说八道吧 但是谢谢你啊 我真感觉好多了 我不知道你将来有什么打算 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你 盘石随时都欢迎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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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雪 嗯 我想再试一次 没问题啊 我帮你拿吧 别逞能了 好重啊 老师门都到了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盘石随时 对盘石来说 下盈只是一门生意 董事们更在意的是 风险和收益 虽然他们答应要接你 但是你要做好 没有结果的准备 嗯 你说的话我明白 董事会不会因为我 多说几句话 就改变主意 盘石也不会为我的情怀买单 但谁让我服装男强不回头呢 相信你可以的 加油 加油 哦 哦 林冲 你太不够意思了 这么重要的会议 怎么能会没有你同事人呢 哎 哎 都小心点啊 别弄碎了 你把那个封条填好 好好填 好吗 好 你们这儿都点清楚了吗 千万别漏东西啊 尤其是资料 好 这个货 艾星姐 啊 这些设备以后要怎么处理啊 就 先搬到仓库呗 然后低价出售去 晓芸 不会就这么没了吧 好 好 那儿都 那个那个 往那边移一下 好 好 咋嘞 挺好那个 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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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跟那个师傅说一声 不去仓库了 换个地方 不去仓库去哪儿 好地方 赶紧翻吧 快点 赶紧的 快快快快 小银车型 开业大型 好 你们喝起来呀 准备 来 准备 好 我就给大家拼一下 好 我帮我加一点这个 谢谢 鸡肉 够了 来 老大 今儿这大喜的日子 不跟我们大家说两句 对 老大 对 你今天 老大 客服的 客服的 好 这个 一年前的今天 我还是一个 全职主妇 每天 每天 在孩子和家务活当中打转 如果那个时候啊 有谁跟我说 说林霜 不久的将来 你就会经营一家自己的公司 拥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 你们做的产品 将会领先行业水平 我一定觉得那个人 是在拿我寻开心的 但是 在座的每一位 是你们 让这种不可能 一点一点地变成可能 成就了今天的林霜 所以 小营科技 不光是林霜的 还处于在座的每一位的 来 祝愿我们共同的小营科技 乘风破浪 所向披靡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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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别感谢顾总 让我们跟林霜姐 有一个这么好的老板 当然 你这个老板也 对 当然 稍微就是说 我们要经验一点 但我们这样子的 最佳人也会 对 我们有集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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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跟我说什么 你是不是从小到大 都这么磨叽啊 什么意思 别管我没提醒你 你要是再这么磨叽下去的话 煮熟的鸭子就飞了 我不想给她太大的压力 其实对于我来说 只要能够帮助实现她的理想 看着她慢慢变回 所以以前那个自信的林霜 就足够了 我真不知道该不该夸你 你以为你这点小心思 林霜真的就看不出来 她在工作上是很积极很主动 可是她在面对感情 完全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你要更主动更积极 让她正视你们之间的感情 你们才有可能 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我真的不希望看到你们 过十年二十年 还在原地踏步 你也不想让她 再碰到第二个未明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